很多情侣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该不该看对象的手机呢 有时候会很好奇对方在微信上跟哪些人联系 不看不放心,看了又没礼貌 到底该不该看,还是要依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 第一种情况,默契高的情侣最好不要看 有的情侣本身感情就很好,彼此都很信任对方 也有很深的默契 从对方的眼神中就可以读出她内心的想法 这种情况的情侣只需要平时留心对方是否有不正常的行为 如果没有,大可不必去翻对方的手机 第二种情况,不刻意防备,最好不要看 如果它在你的面前手机没有丝毫的防备 甚至去哪里,手机总是交给你保管 当你假装说我要看看你手机的时候 它没有一丝都慌乱,或者它会主动让你搜查 这种最好选择不看,一般它是不会有什么秘密的 即使有秘密也删掉了 所以你看了也没用 不看还会给它留下信任它的好印象 第三种情况,感觉到它的反常,一定要看 如果你没有把握和它有信任和默契 或者你发现它最近对你有些反常 那么你一定要查清楚 不然自己遭遇了背叛还蒙在鼓你 如果它已经表现出对你的不来烦了 那么翻看手机也无法 就算它真的出轨,你也能早日解脱 而不至于一直被欺骗 第四种情况,如果看完手机发现它出轨了怎么办 对于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所以永远不要想着去原谅 这是你们心中永远都过不去的坎 浪子回头的戏码,只是电视剧的桥段 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 偷心是会上瘾的 如果你翻看手机发现对方出轨 那就赶紧选择分手吧 很多情侣会因为看手机的问题吵架 其实大可不必 有一句话叫做不做亏心事 不怕亏敲门 只要问心无愧 让自己的爱人看一眼手机又能怎么样呢 另一方面,两个人在一起很不容易 要多一些理解和信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